Hello,大家好,我是小池 我们今天来修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取暖器 这个上面写的是一个叫什么 三元电子调温取暖器 它做的这个 有点像这个电磁炉 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故障现象 它是通电,不能加热了 大家看到它这个开关 打开的话是有灯的,然后调这个之后 它是不能加热 就说 不能升温,我们来 打开看一下看 这个做的 成了电磁炉,但是肯定不是电磁炉 像这个东西已经 打开了,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来 来检修它 当然它这个不是电磁炉 就是这一个发热丝 那么我们首先就 查一下这个发热丝有没有组织 当然这个发热丝如果没损坏的话 才有修的价值,如果这个发热丝损坏的话 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找到电阻挡,我们直接测一下 26欧,这应该就是这个发热丝组织 说明这个 这个是好的,我们就再来往前面查一下 我们再通电测一下这个上面 有没有这个交流电,我们把这边 开关都打开了 我们直接插上电,看这有没有 这个220交流电,肯定是没有 不然的话,这个线圈是好的 这个发热丝是好的,如果这里有220 的话应该就是 好的,就会亮 果然它这里是没有了,没有 这个220交流电的,所以说我们现在 往前面查 我们首先呢 这个开关在这里已经烧断了 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开关 我们用封面挡 直接测一下 好,这个已经测出来了 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开关坏了 好,这个开关我已经拆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都已经烧烂了 所以说这个 东西应该是开关的问题 我们换开关的就应该好了 我们来把开关换一下看 好,我们现在拿了一个全新的开关过来 我们把它装上去再看一下看 哇 哇 这个装起来很简单啊 直接插上去就行了 这个装起来很简单啊 我们来吧 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地方有了 这个220伏的这个 电没有 如果有了的话 就应该好了啊 直接测量一下吧 直接测量一下吧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已经有了这个220伏交流电啊 220伏交流电 222伏 那么就说这个东西就已经修好了啊 好,我们把盖子装上再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先把盖子装上 我们的盖子已经装好了啊 我们翻过来 然后通上电看一看啊 这个已经在发热啊 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外 那个电流表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里面有这个电流流过啊 好,我现在用这个东西给大家测一下这个工作电流啊 可以通过这个电流看一下这个取占器在工作没有啊 我们直接插上 然后把这个电流表打开 现在是000没有电流啊 我直接把它打开 好,瞬间这就是8.4 8.4左右啊 也就是8电流 8电流的话 呃,乘220大概就是1700多瓦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在正常工作啊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观看